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如果我跟你說NBA球星Steven Curry 跟你現在螢幕上看到這隻猴子有任何的關係的話 你猜得出什麼關係嗎?你猜得出來我也隨便你啦 但總之Steven Curry買了一隻這樣子的猴子 就是這幅畫 這一張圖片 那這個概念我們曾經說過 這叫做Non-Fungible Token 就NFT 然後買了之後多少錢呢?18萬美金 嚇死人 這一張圖片要18萬美金 可是你知道他就是Steven Curry所擁有的真機 真正的唯一的一份Copy 因為你知道NFT就是無可替換的 所以他有他的那個 他能夠Verify的一個 他利用那個Blockchain 就我們曾經講過 其實我們做過一集啦 就利用那個區塊鏈來能夠確認他是真正擁有他的這個主人 所以現在國外很夯的就是買這種套圖裡面的各個的角色 所以如果沒記錯 下面他有說這一套叫做 Bored Ape 所以他叫 Bored Ape Yad Club 所以無聊猴子的遊艇俱樂部 所以這一套圖叫做 BAYC 然後你要是買了一張的話 你還可以擁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你能夠進去一個Discord Discord就是一個APP 那可以在上面聊天啊 什麼那些 很多人打電動會用那個來做通訊 以前有RC語音啦 還有CURSE啦 這些不同的APP 那現在比較常用的就是Discord 所以要是你擁有這個的話 As long as you own one of these Bored Apes You now possess the membership to the club So you can go in there and socialize with other owners of other apes OK 就可以跟其他的擁有 Ape 的這些主人們 大家就可以社交 這是炫富的一種方式 不然還是什麼呢 Right 那我其實想做這個題目想做一陣子 因為前幾個禮拜就已經看過另外一個 也是一個套圖 現在已經賣光了 我剛剛說這個Bored Ape 有一萬隻 另外這一套就是肥企鵝 胖企鵝 給你看 就這樣子 就一個這樣的企鵝 然後各種不同的造型 可能也有不同的表情 他就Pudgy Penguins Pudgy就是肥嘟嘟的 圓嘟嘟的 那想說不是有一個詞叫Chubby嗎 可以 可是Pudgy也是 我覺得個人覺得Pudgy 可愛的味道多了一點點 但我還是認為這個是很冒犯 你不要拿來用形容人 這很冒犯人 我覺得 I cannot imagine somebody being described as Pudgy would be happy about it 好 Anyway 所以總之這個胖企鵝 總共幾隻 8888隻 So Pudgy Penguin is a collection of 8888 randomly generated Pudgy Penguin NFTs 他還強調他是Randomly generated 就是隨機生成出來的 所以他們可能早就已經畫好了這麼一大堆的 衣服跟Accessory 例如說墨鏡 或者是耳環 然後以及頭上帶什麼什麼那些 然後才會把它隨便搭配起來 Random generate出一個 然後就賣給你 然後他現在你看他寫的是 Sold out 8888隻賣光光 後來一直賣到多少錢 我真的也不知道了 但總之 Stephan Curry這邊這一個 Bored Ape Yacht Club 當初一開始賣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好了 好 Anyway 所以這裡一個重點是 好 我們看一下 Stephan Curry is now part of the Bored Ape Yacht Club 我再強調一下 這個Yacht 這個字是遊艇 他的那個 噢 屑 我點到他的Tweet了 我們也要點到他的Tweet 好 回來這裡 這個他的CH這邊是沒有發音的 所以這個字就唸著Yacht 像台灣是很知名的遊艇製造商 製造地 所以我們說 We are actually a producer of Yacht A world famous producer of Yacht 好 所以這個無聊的猴子俱樂部 這個遊艇俱樂部 B-A-Y-C In his Twitter bio 所以他甚至在他的Twitter的那個 他的 bio 裡就把這個放進去了 所以這是 It's a collection of 10,000 unique Bored Ape NFTs 所以一萬個 剛沒講錯 很獨特的 非常獨一無二的 很無聊的猴子的NFT 所以這個兩度的NBA裡的球星 NBP 他付了55個Ethereum 就是那個以太幣 for this one 55個Ethereum which is 180,000 就是18萬美金 或者是他45.7M 他明年會賺4,570萬 的0.39% 他把日出算好清楚 所以對他來說 滄海一速 This is a fraction Not even Probably not even a fraction of his salary This is like a tiny tiny fraction of his salary 這只是他的 薪水的 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已 So OK 0.39% of his 45.7M s salary next season What a time 所以 什麼是What a time 就是說 我們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錢是這樣子花的 OK 所以他這邊也把他 Bio這個照片 截圖下來 所以Steven Curry 他要換上這個頭像 當他 Twitter裡面的這個頭像 那 就是讓全世界知道 老子這個頭像 18萬美金 怎麼樣 OK 然後他還可以進去 剛剛講discord club 可以跟人家聊天這樣 然後Steven Curry 這邊自己也說了 Just casually chilling in a bored ape discord 他就是 很放鬆的在那邊聊聊天 chilling 在這個無聊猴子裡面的 discord這個頻道裡 所以他還給你看 這就是下面這個頻道裡面的人們 可能其中就包括他 他自己這樣 是一個 So 文字再看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想 我想介紹一些 比較獨特的 少看到的一些文字 英文字 例如說 怎麼去描述他剛穿的 那個 猴子的衣服 So 嗯 我記得剛剛有看到 怎麼好像不知道跑哪裡去了 好 要前面一點 來 我們到前面來看好了 所以這邊 講的就是他那個猴子的穿著 嗯 yeah 在這裡 OK 所以總之他買了這個NFT 那買的是 a whopping 55 Ethereum 這個 whopping 常常放在價格的前面 這龐然大物叫做 whopping 所以那個漢堡王的那個 滑寶啊 就叫做 whopper 所以 whopping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子 所以加個數字在後面 所以 whopping 55 Ethereum 所以這是一個藍色的 body with zombie-like eyes 眼睛哪跟那個喪屍 喪屍一樣 沒有錯 所以你看他的眼睛跟喪屍一樣 對不對 zombie-like eyes 以及還有什麼呢 tweed suit tweed是什麼 我剛剛有特別先找一下 所以tweed是 tweed suit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從圖片上來看的話 你說圖片看不懂在幹什麼鬼 這圖片怎麼回事 就那種有的那個布料會讓你覺得粗粗的 粗糙粗糙的 這樣子的一種外衣 應該講說夾克外套 所以tweed suit 這邊有一個 他的描述就是 it has a slightly fuzzy appearance 他看起來就毛茸茸的 fuzzy的 就亂亂的 這樣子 有一個soft but somewhat coarse texture 有軟的 可是去程度上很 coarse的一個 texture coarse這個字我上個禮拜才在 我的那個高級智慧課裡面講到過 就是粗的 像 coarse這個字有時候會在電影的前面 他會說 This movie contains coarse language and violence 什麼什麼這些 所以這個電影裡面含有一些 粗俗語言跟暴力什麼這些的 so viewer discretion is advised 所以這個 觀賞者請自己斟酌小心要不要看 或者是 parental guidance is advised pg-13就可能是需要父母的輔導集 所以那個pg就是 parental guidance 也讓你看一下 那這個 coarse language就剛剛說的粗俗語言 當然你如果一定要講髒話 還有別的詞 像profane這個 profane language 也是髒話的意思 甚至可以直接一個名詞叫profanity 那還有像粗俗語言講 vulgar也可以 vulgar language也是ok的 那這裡的 coarse language大概ok 那還有另外一個補充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說 嘿你這個毛剃了一下 然後心長出來的毛好像都比較粗有沒有 那個比較粗的粗啊 你或許也不一定要fake這個詞 你可以說比較coarse 所以總是coarse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他這樣子的衣服 所以你看這個猴子 你看這個猴子像不像穿著一個 類似這樣子的西裝 就粗粗布的那種西裝 我們就叫他tweed suit 然後那最後還帶了一個什麼東西 and a spotted cravat 我如果沒有發音錯的話就是cravat 然後什麼是cravat 所以我們也很快找一下好了 cravat 這cravat是一種短的 然後是很寬的的一種類似領帶的東西 ok 所以他強調是短的又寬的 那你看這猴子也看得比較清楚 短的又寬的這樣子放在 等於說好像把那個襯衫衣領的部分 全部蓋起來的感覺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cravat 也順便學一下一下 對我來說這也是深質 因為我對流行真的也沒那麼熟悉 ok 好所以 這就是我今天想講的東西了 好了但我們不批評 或許你有這樣的錢的話 你也可以買一支來玩玩看 我記得剛剛後面有講到 就是他本來一支多少錢 呀這邊有 所以這個BYB Bordavia Club offers a collection of 剛說的一萬支 All powered by the ethereum blockchain 所以以太坊的那個 他自己的區塊鏈 and sold on open sea 所以有這麼一個 網路上的market叫做開放式海洋這樣 一開始 他只需要賣0.08的 ethereum or around 300 dollars 所以一開始賣300塊而已 after each one sold out 每一支賣出去之後 they showed up on the secondary market 就會出現在二級市場裡 with prices ballooning to astronomical levels 而它的價格就 balloon的意思就是 像吹氣球般漲起來 那astronomical是心向學的這樣子 聽文學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用astronomical來描述價格 ok 所以astronomical amount of money 好所以這段我們把它看完 大概就可以了 Alright 好所以 有錢人有有錢的過法 那我們也不用一定要羨慕他 好啦其實有點羨慕啦 可以有18萬美金 隨便想這樣子花在這種狗屁東西上 就可以花得下去 但人家世界上打籃球這麼厲害 but you know he's one of my favorite athletes anyway 我們講到這裡就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